国际自由车环台赛事将在桃园登场 首度规划新的61号快速道路行车路线 在新屋区设置了一个冲刺点 石门水库及脚板山还有两个登山点 以提高竞赛强度 因应植树节到来 农业局和大溪区公所 在大溪人和公园举办植树节活动 由现场民众和各地方人士 一同种下咖啡以及樱花等树苗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的桃园有线新闻 市府即将在本月的23号与自由车协会 共同举办国际自由车环台赛事 这次环台赛事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举办的 主办单位表示首度规划了新的61号行车路线 并且在新屋区设置有一个冲刺点 和在石门水库以及脚板山设有两个登山点 以提高竞赛的强度 同时向各国来参赛的选手行销桃园13区域美景 在自由车环台赛前的记者会上 永平工商表演科的学生们展开一段精彩的街舞表演 象征着自由车运动的活力和年轻新世代的热情 替即将在刚升格后的桃园 所第一次举办的自由车环台赛暖身 我们这五站里面最具有多种变化的路线 当推桃园市站 因为我刚才有介绍桃园市站出发以后 它是走平路过来再走滨海 按照我们过去的路刊滨海的风很大 那个又是一种不同的训练的模式 这一次桃园的自由车赛事起点规划在桃园市政府 之后绕行13个行政区 终点设在复兴区脚板山 全长总计137公里 13个区代表也在记者会现场 按照顺序独一插上旗帜 希望让来参赛的选手 观赏到桃园最美的山水景致 这次举办的这个路线 我们行经13个行政区域 代表着桃园市升格以后的第一个国际赛事 是要团结我们区内的市民 那另外一个概念是 桃园市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平均年龄 只有37.7岁 是所有台湾六个都会里面最年轻的 当然我们就更有资格或有潜力来培养 变成台湾变成一个 我们台湾的第一个运动大事 主办单位表示 本次的桃台赛首度规划行经61号快速道路 和石门水库园区 并且预计有来自26个国家 23支队伍共有100多位的精英选手参与赛事 因此在竞赛时段 市警局将会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 禁止人车通行竞赛的路线 同一有线新闻 黄盛祥采访报道 位于巴德区的高城里 多年以来遭遇过很多次的水灾 居民遇到大雨就开始担心淹水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区紧邻着台铁的铁轨 又位处于低洼的地区 加上排水系统不良又堵塞 所以每逢大雨就容易淹水 最严重还曾经淹到将近两楼的高度 而当地民众消失意愿反应 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高城里长徐天发表示 在101年以及103年 高城里都发生过严重的水患 最严重的时候还曾经淹到两层楼高 当地民众遇到下雨就会害怕再次淹水 当地紧淋着台铁铁轨 已遇到大雨积水后 水就会往高城里流 再加上当地的排水系统不良 淹水问题才会持续存在 只要水一大 我们高明高城 白鹿加东 就淹水 记得那时候还要油艇进去 来解决我们整个的淹水之患 那我在今年利用水务局下去 整个的针对排水相寒 还有十门水利会的一些灌溉的区口 做有效的这个检讨跟改进 我希望今年能够进去 把它整个的淹水能够做一个改善 顺着铁道走就是社区的排水沟 可以一路通到铁轨下方的排水相寒 但是这条沟的四周杂草重生 堵满了淹泥等废弃物 完全没有排水功能 只剩下另外一条水沟有作用 在另外一头的湘寒 走过去内部也是积满淤泥 甚至还有一支产管 阻碍水流顺利通过 水务局表示 在今年五六月 就会开始进行排水改善作业 水务局在今年 已经编列预算 准备在今年度 针对目前 纵贯铁路的一个 前阶段的一个既有的水路 我们先会来做一个排水路的 一个整治跟清理的一个作业 另外在一个纵贯铁路的 衔接段的一个地区 在比较平颈段的地方 我们也准备在今年规划 一个抽水机的一个方式 把在平颈段的一个 激烟水状况把它改解除 水务局表示 未来也会把目前的排水沟加宽 并且延伸到附近的前东西 长期的规划部分 如果未来铁路确定 高架或地下化后 就可以配合铁轨的施工期间 加大排水相寒 但目前最迫切的 还是要尽快把排水沟 堵塞问题解决 让当地居民不再受水患之苦 桃园市新闻研号宣场报道 桃园市工业相当的发达 许多制造工厂 都属于高污染的化学材料 但是室内大部分的工厂 都是紧邻河流和农地 因此污染事件是层出不穷 日前卢竹区又发生了顶峰费食用油 不慎外流到水利会的沟渠 造成了污染 环保局为了要提升 在发生污染的时候 紧急的应对措施 提出新的环境监测 天罗地网系统 以做更有效的环境保护 日前环保局查获 卢竹区的顶峰环保公司 因费食用油煮朝底部破裂 导致大量油品外泄到场外 污染到水利会的灌溉沟渠 市议员郭立华表示 为了避免污染扩大 迅速和相关单位到场会堪 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我们下面是水利会的大牌 那都是灌溉食用 还有杯糖的部分 可能这个水源的污染范围 扩大的话会很严重 环保局也依照 废弃物清理法跟水务法的规定 预告发处分 并限期改善 有关于在环保局 所有应变的这些设施跟耗材 跟农民的这个 若有农损的部分 我们这些部分都会在 跟厂商来进行求查 原本是富满浓浓油臭味的水沟 经过相关单位处理后 已经恢复成可以灌溉的沟渠 但桃园是有许多属于 高污染的工厂遍布各区域 环保局表示为了提升应对的效率 未来将采用新的 环境监测天螺地网系统 环保局会持续利用 我们的一个科学仪器 像环境监测的一个天螺地网 相关的一个水质连区的设施 跟预警的功能 搭配我们一化派遣的一个功能 来有效的来针对污染的部分 达到预防管制的一个功能 环保局指出 桃园施工厂林立 污染的负荷程度相当重 与其他县市相比 可排在前三名之内 目前环保局处理污染的行政效率速度 在前年是6.7小时 去年为5.8小时 稍稍的进步 但环保局希望在未来新系统上线后 设定目标是在4小时之内 台湾有线新闻 为了推动艺术校园 桃园市桃园国小 特别用中国书法来彩绘学校的新建停车场 围墙也用了缤纷的色彩来点缀 让路过的民众可以天天欣赏到艺术之美 也实现艺术校园的生活美学理念 为了展现桃园国小艺术人文的特色 让学生时时刻刻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 校长吴雅芬特别邀请书法老师 用书法来彩绘学校的新建停车场 并由师生以自然建筑动物为主题 绘制在桃板上 来装饰围墙墙面 而围墙墙柱则是设计成一根根的蜡笔 怎么样把学校的特色发挥 同时呢让小朋友可以生力其境 那也让我们家长能够看得到 这是学校一个经营的很重要的目标 那么所以呢 桃园国小一直是北区唯一的 有美术班的学校 再加上我们也是艺术与人文特色学校 所以怎么样让这个特色能够更为凸显 那也让孩子可以生活在美的情境当中 受到这样的熏陶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在规划的构想 学校的新建停车场则是由桃园市艺术人文发展协会的书法顾问黄博士 以转立肢体写下亮丽陶校主页传承八个大志 黄博士在书法中融入了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米罗的画风 让文质添真了活泼的色彩 也让冰冰冷冷的停车场变成美丽的艺术作品 那么在规划当中 其实桃园国小历任的校长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都会把学生的作品悬挂在校园里 不过怎么挂都在校园里面 我们很希望透过我们的建筑 透过我们的外观就能够散发出美感 让我们的家长孩子不仅是走进校园可以感受到 就算在外面都能感受到 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的 能不能够扮演出更好的社会教育的一个责任 桃小校长吴雅芬指出 推动艺术校园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除了停车场与围墙之外 大门口的学校招牌也用书法写成 让大门具有文化的气息 呈现出桃园国小五墨单亲 艺术校园的独特风采 桃新闻董珍娜采访报道 为了让学生们体验街友的生活 进而不要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一间公益团体在桃园区的一家街友收容所 举办了一天流浪体验营 在这一段期间 学生们将会跟随着街友 一同卖报纸打扫赚取生活费 还有找寻用餐场所等等 亲自与街友相处 学生们换上了二手旧衣裤 准备体验流浪生活 这个房间是要学生们外出赚取足够打工费后 才能够入住的 否则就要入住街头 体验营中街友也带领着学生们 一同到团扇地点用餐 以及带领着他们度过24小时的流浪生活 以后想要走社会关怀 所以就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次活动 可以能更有同理心 挑衣服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去选 比自己搭 我只是用能不能穿起来 能不能保暖去做选择 所以说我觉得衣服这部分还好 可是裤子有点不合身到真的 学生们在团扇地点签到 并且和街友们一起等待餐点完成 并且领取用餐 在这段体验期间 学生们不能携带任何金钱 手机等通讯工具 并且要藉由和街友们的相处过程 体会他们生活的难处 我们办这个体验营可以让他们更贴近说 我们街头朋友的生活文化 那哪怕不管说他到时候他协助的对象 是不是街友 不同的弱势 其实都会有遇到不一样的生活困境 因为宽冠节开刀 然后撑管罩撑管好讲好讲 然后没办法工作 后来朋友就不介绍我 就来这边 小朋友他们能够亲身体验这个生活 让他们知道说街友的生活是怎么过 那以后呢 他也可以告诉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经济 那街友是这样的 不是说 以后不要说看到街友 看不起他们这样 这家公益团体在去年已经在台北 办过第一场的流浪体验营 引发各界关注 并且让社会各界对于贫穷还有居住议题等的各项讨论 这一次半带桃园 希望学生们借由活动 深入了解流浪者的处境 改善对于他们的负面观感 桃文鲜新闻言号宣传报道 稍待片刻再回到桃园野线新闻 小带开心地开着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出去旅游 不妙哦 未细安全带致死率 为有些安全带的5.6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传绕前部 预付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堂害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的新幸福 仅仅细数全家谷高工举关心名哦 你看你看 怪奇师娘 十万块帮到好哦 这下子我可以娶老婆啦 哎呦你不能相信这个 现在移民署规定 报告禁婚姻没合不能打广告 也不能要求红包跟礼金 是哦 要选择合法团体 多看几间仔细比较 要签契约也要看清楚 婚姻本来就不是用钱买的 是要两人好好来经营 欢迎回到桃园有线新闻 因应植树节的到来 并且为了要响应节能减碳 农业局和大溪区公所 在大溪的人和公园 举办了植树节活动 由现场的民众和各地方人士 一同种下了咖啡 以及樱花等树苗 共同营造永续的绿色空间 民众和地方人士一起拿着铲子 挖开土壤种下树苗 共同来营造绿能低碳的休闲空间 借由活动的参与 也是要鼓励民众 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环境而努力 在活动现场许多小朋友 也都纷纷拿起铲子来参与活动 种下更多的树苗 在另外一头排的长长的队伍 由大溪区长黄瑞松 发给民众一人一盆的树苗 让民众带回家里种植 一起来绿美化环境 接着这次的植树节活动 不只是要推动节能减碳 更是要宣导民众大面积种树 这样子不只能够有效进化空气品质 还能够防风减少沙尘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台湾有先新闻 严套轩长的报道 最近水库缺水越来越严重 民生陷水可能很难避免了 而在13年前的今天 当时也同样面临了干旱的问题 水位也是一度下降到严重的水限 现在就透过镜头 带您来一看看当时的情况 石门水库的总蓄水量 有2亿3千5百万吨 主要供应桃园新竹 以及台北部分的用水 而目前一年的总用水量 则需要9亿万吨 相当消耗4个水库的用水 以民国82年和今年做比较 水库的民生用水 每天增加了90万吨 如果遇到空水期雨量不足 水荒问题立刻浮现 原始设计的时候 每天要供应公共集水的量 大概是9万5千吨 可是经过了30、10年来的经济发展 我们在民国82年的时候 公共集水的供应量 才70万吨一天 但是到了现在 民国92年一天要180万吨 所以这个成长非常非常的快 那一方面呢 是我们需求量成长非常快 由于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 都是空水期 水资局有了去年抗旱的经验 也提前在今年1月开始 就实施总量管制的作业 而第一个动作就是减少农业用水的供应 将每日180万吨的供水量 锐减为目前的26万吨 在今年的1月14号 我们经济部也正式开会决议 在桃园贯区25000公顷 也来修耕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从保守的这种观点出发呢 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准备 那做最坏的打算 来供应这个用水 李铁明表示 减少农业用水是不得已的措施 今年桃园贯区已经休耕 而石门贯区的央苗也插央完毕 每日用水量26万吨已经是极限 下一步的限水措施 放在民生用水上面 将是势在必行 而面对与日俱增的用水量 如果全民再不提高 节约用水的优惯意识 看看大作战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恐怕会持续上演 桃园线新闻韩学志采访报道 今天的民生资讯要告诉您 2015桃园客家童花季 童花舞蹈大赛 即日起受理报名 到3月27号截止 活动的讯息已经公告 在桃园市政府的 客家事务局官网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更多生活讯息 请锁定今天的民生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КА, 订阅 转发 killing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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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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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想要保存的节目随时重播再看 数位化的有线电视将会提供许多高画质的节目 让您的收视品质更真完美 增加许多互动式的服务 比如SMOD服务提供热门推荐 节目时刻表 超级录影机 影音随选播放 多影遥控服务 以及语音控制等等 还有也可以透过平板电脑或智慧型手机 在远端监看居家防护Home Security的服务 真的是好处多多 说也说不完呢 未来 有线电视将不再只是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将会使您家中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未来将会发展智慧照护Healthcare 安全监控 远端互动 居家自动化 以及可以透过WiFi分享的OTT影音等服务 搭配现阶段已有的服务项目 让我们的用心与进步 使有线电视真正成为您 就感谢美 喝醋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